大家好,我是23期的运维班学员何清 下面由我来说一下我的其中架构的思路和整体的部署 然后呢,首先我这幅图呢是照着咱们之前的那幅图的有所改进 然后加了一台那个,就是属于一台管理机 可能这个图画的有点仓座啊,可能有些IP地址可能没有改进 然后呢,整体呢,基本上就是从前端开始 是两台负载均衡的设备,然后做了这个CableLive 然后呢,访问到两台外部服务器 然后一台是NGX,一台是ApaT 最终呢,然后所有的这些图片呀,图像都挂在NFS服务器上 然后呢,跟这个RS1C备份服务器之间进行了一个实时同步 然后这点呢,我这块是之前测试的时候是做了两个 一个是那个ICRS1C的同步,还做了一个这个Innotify 但是为了这个快速吧,还是用了这个Innotify的这个部署 然后但是SR3C肯定是比Innotify要好很多的 这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整体的思路大概就这样 然后那个,有做了一个规划 首先是IP地址规划 前端两台这个负载均衡设备呢 是外网地址和内网地址进行分开了 外网地址我选用的是172的网16.1网段的 然后呢,配置的虚地址呢,就1.3 然后外网地址为了这个方便管理吧 它的末尾的1和内网的这个IP的末尾的这个段是一模一样的 每个都一样 然后这个管理服务器也是200 然后作为内网管理也是200 然后这是IP的一个规划 然后底下呢,也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规划 比如这个是主机的这个所需脚本的定义 还有这个 一些这个目录结构的规划 然后这一点就不详细说了 简单就是 最好就是在部署前呢 最好做一些规划 这样呢,便于你部署的时候 可以进行查看 节省一些部署的时间 然后现在咱们就可以开始部署 然后这台呢 是尾台这个管理机 然后起名呢 现在起名就是YAM仓库一服务器 然后默认情况下呢 我现在是可以通过这个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这台机器 就一台外网机 然后可以SX上来的 但是在真正的实际工作环境中 咱们是不可能就是有一个外网地址 咱们就SX过去 那肯定不行的 这安全性肯定不高 所以呢,咱们要开启这个 VPN和VPN功能 然后这会儿的时候 就不能访问了 已经断开了 外网就访问不进来了 然后现在呢 就要把VPN打开 然后VPN打开了以后 它会自动获得一个内网的地址 然后用内网的网段进行访问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用外网管理了 等会儿,好像打开错了 我后来测试的时候改过这个名字 可能名字有点错误 哎呀,还是有点开始来卡 是,没错 然后这点这个 就是配置这个 这个网关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的支持点 可以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一般连上VPN 如果默认的情况下 连上VPN 咱们的所有的流量都走VPN过去了 那咱们就没法上外网了 所以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改动 可以在VPN这点 在网络里头 然后点击IPv4属性 高级 这里头有一个 这个默认是应该是勾选的 把它去掉 在远程网上使用默认网关 这个勾选掉 然后它就可以 又可以连接VPN 又可以正常上外网了 大家可以到时候试一下 然后现在就开始操作这个整台机器开始部署 然后先进到脚本目录里 首先咱们肯定得先有一个用户 先用的用户 用户这点我也做了管理 root用户肯定默认的 就是超级管理员用户 然后定义了一个 的min的一个速度的一个 现在是相当于一个运维的一个 就是授权了所有的权限 然后还有一个普通运维员人员 这块也可以做先用的设置 然后其他的这四个用户 都是相应的服务依赖的用户 基本上创建服务的时候 都会相应的创建 然后现在咱们就创建第一个用户 Fedmin 还不是这台机器 对 我就是这台 对啊 我现在连上那个网关了 你应该就是标签 你应该就是标签 你应该是标签 1.200 不是下边这台 下面这台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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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碗机呢 哎呀 首先你播放一下 你一会儿看 你里边是不是 嗯 嗯 嗯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是200吗 然后上下那应该是 200 不是 关机的没有部署 我看啊 好 不是不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之前演示的时候没问题 为什么现在自动跳这个LNNP呢 不是 150 150 150 应该就是跟这边有冲突了 这样吧 我 我先改一下 把这网临时改动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跟这边的这个网络里头有冲突了 跟这边网络啊 我都是10.0.0的网络啊 这边 我不是条件 我不是条件 不一样 我不是条件 我不是条件 这边是iPhone的 哪里 不是条件 这边是iPhone的 我应该练到别库去了 没练到这台机器厂 还是不对 二板有人用啊 二板这不模仿 这个也要这样 谢谢大家